汽车探索从燃油到电动车的眼镜 一、二十世纪初燃油车的崛起 历史盖棺1900年代初 内燃引擎和燃油的使用带动汽车的崛起 亨利福特的Model T成为里程碑 代表车型 福特T型车1908年 第一辆大量生产的汽车改变了出行方式 重大事件 流水线生产模式1913年 亨利福特引入流水线生产 提高汽车制造效率 促进普及 汽车销售突破1000万辆1915年 Model T销售突破1000万辆 使汽车成为大众商品 二、1920到1930年代 稳定发展与汽车文化 历史盖棺 汽车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汽车文化蓬勃发展 代表车型 凯迪拉克V161930年 豪华车款的代表彰显汽车多样性 重大事件 第一条高速公路1921年 美国Lincoln Highway开通 推动了长途汽车旅行的兴起 汽车广告兴起 1920年代 报纸和杂志上的汽车广告开始普及 行速汽车的时尚形象 三、1970年代 油危机与效能提升 历史盖棺 石油危机 促使汽车业寻求节能方案 注重提高燃油效能 代表车型 大众高尔夫1974年 小型 节能的车型 引领节能趋势 重大事件 石油危机 1973年 OPEC禁运导致油价飙升 推动汽车厂商寻找节能技术 清洁空气法案 1970年 美国通过法案强调 汽车排放控制 推动技术升级 四、1980到1990年代 全球化与日本汽车崛起 历史盖观 日本汽车制造商崛起 汽车行业全球化 代表车型 本田雅门 1982年 家用车的成功代表显示日本汽车高品质 重大事件 日本汽车进军美国市场 1980年代 Toyota、荒德等品牌进入美国 挑战欧美车厂 海湾战争对汽车工业的影响 1990年 美国强调节约能源 促使更节能汽车的需求 五、2000年代 油电混合动力 历史盖观 进入21世纪初 油电混合动力展露头角 提升燃油效能 代表车型 丰田PES1997年 成功地混合动力车型 影响节能车发展 重大事件 京都议定书1997年生效 确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 推动汽车寻求环保技术 电动车市场重生 2008年 特斯拉、Rodestar上市 标志电动车市场的再次崛起 六、2010年代 电动车的崛起 历史盖观 进入2010年代 电动车逐渐普及 电池技术进步 带动变革 代表车型 Nissan Leaf 2010年 成功地纯电车型突破主流市场 重大事件 特斯拉Model S成功 2012年 Model S成功 重新定义电动车的标准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电动车市场 2015年 中国政府支持 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电动车市场 7、2012到2014年 电动车普及与特斯拉的成功 历史盖观 电动车普及进入新阶段 特斯拉的成功 引领了产业发展 代表车型 Tesla Model X 2015年 电动SUV的代表 扩大了电动车的应用领域 重大事件 电动车的公众认知提升 特斯拉成为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 8、2016到2018年 自驾车技术与智能科技 历史盖观 自驾车技术逐渐成熟 汽车开始整合智能科技 代表车型 Tesla Model 3 2017年 兼具高性能和自驾功能的电动车 代表未来车辆的趋势 重大事件 自驾车技术的测试和实验 逐渐在全球展开 Google、Waymo等公司积极参与 9、2020年代 智慧出行与能源转型 历史盖观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 汽车开始迎来智慧出行时代 并加速向绿色能源转型 代表车型 Rivien 21 T2021年 电动PK的新品种 凸显能源转型中的创新 重大事件 全球汽车市场趋向永续 绿色能源和电动车成为主流 10、2022年至今 永续发展与多元选择 历史盖观 近年来 汽车制造商强调永续发展 提供多元化的选择 以满足不同需求 代表车型 Rivien 21 T2021年 高效能电动车的代表 凸显永续发展的丰富选择 重大事件 汽车行业积极应对气候变迁 推动更环保 智能的交通工具发展 这段旅程带领我们回顾了 汽车发展的不同阶段 从20世纪初的燃油引擎 到21世纪初的电动车 见证了科技的飞速眼镜 和社会需求的转变 起初 亨利福特的Model T 成为大众汽车的代表 开创了汽车工业的黄金时代 然而 在面临石油危机 和环保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了汽车业 为提高效能而努力的努力 包括油电混合动力的探索 进入21世纪 电动车成为新的焦点 代表着对清洁能源的追求 特斯拉的成功 使电动车重新受到关注 并在全球范围内引领了市场 同时 自驾车技术和智能科技的整合 使得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更是科技的展示平台 现在 我们正处于一个汽车眼镜的新时代 永续发展和绿色能源的兴起 推动着汽车行业 重新思考汽角色 而各种新技术的应用 则使未来的出行 更加智能和便利 这段旅程 未来将如何演变 只有时间才能揭晓 而我们将继续见证 汽车探索的精彩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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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